北市大闯进冠军战 记者林郑坤社 记者卓家平台北报道 北市大学女兰今天在富邦人寿 UBA大专篮球联赛四强战 面对佛光大学 前三节双方打的纠结 佛光队长彭慧真莫杰 泛满毕业 北市大吹起反攻号角 中场以66比64逆转 连两年挺进冠军战 再度挑战文化大学霸业 北市大玉赛阶段曾击败佛光 但今天在交手上半场多半居于落后 维持在各位数分差 莫杰胜7分42秒 佛光队长彭慧真饭满后 北市大理俊欢携手助玉琴 一波6比0 下半场首度超前 最后三分钟 双方多次战成平手 佛光参秒罗裴真一记三分 但破旺中场前1分40秒 两队62比62平手 独秒阶段 北市大漠亦问2分球建功 佛光最后犯规战术失利 王静平挑战超大3分球 绝杀失手 北市大惊涛骇浪中收下胜利 北市大教练秦维军赛后表示 他以球员为荣 他知道很多人没有小聚 但经验能够跟强队对抗 走到这一步 他们已经很棒了 至于连两年挑战文化大学 秦维军表示 对方连倒茶水的都是国手 尽管只有1%成功率 他们会全力挑战冠军 北市大臣庭宇 记者林郑坤社 市大朱玉琴上兰得分 记者林郑坤社 佛光罗裴真 记者林郑坤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